大家好,欢迎来到资安卓,我是Alan 真的好久没做穿搭分享了 开头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曾经买了一件超喜欢的裤子 结果完全不知道鞋子应该怎么搭的经验 如果是短裤可能还好 但如果是各种类型的长裤 就连我自己穿搭这么多年 都常常有类似的困扰 相信也是大家在穿搭上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的影片 我都从我衣柜里挑出了6件 我在日常搭配里很喜欢穿的宽裤 然后每件宽裤我都会用一双Venger的鞋款 来做出6套我最喜欢的微宽松日常搭配 也会跟大家分享Venger 这个来自台湾 质感非常细腻的手工皮鞋品牌 好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Let's go 首先第一套 我们要来搭配的是牛仔短裤 还有德逊鞋 这件是来自Levi's Silver Tap 简称银标的牛仔短裤 虽然现在的趋势 是会把George穿得越来越宽了 但我自己还是喜欢合身一点 这件的版型就不会太过宽松 而是6分长度的直筒裤 搭配上低调的黑色水洗 那我觉得啊 穿这种长度过期的短裤 想要维持好比例 你上衣的衣裳就变得很重要了 但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所以今年夏天 我几乎都是一件 太奇的罗文背心来当作打底 然后外面可以再加一件牛津衬衫 扣子不要扣 再稍微把袖口卷起来 让它有更多的休闲感 那这种穿法有一个优点 就是在夏天很热的时候 你就可以单穿一件背心 而当你去到咖啡厅啊 有冷气的地方 就可以把外搭加回来 等于是夏天的洋葱式穿法 至于鞋子的部分 我搭配的是这双经典的德讯鞋 来自台湾的品牌Venger 那这个经典的设计 其实不属于任何品牌 它最早是在70年代 专门设计给德军使用的室内运动鞋 但在30年之后 这双鞋子在欧洲的一间古着店里 遇上了传奇设计师Markin Magellan 从此被它带进了时尚圈的目光里 不过这双鞋子我是对它又爱又恨 因为我自己对这种复古军装的造型 可以说是毫无抵抗力 所以两年前 我就有在某某日拍 入手了我第一双德讯鞋 这双它是原汁原味 妇刻了欧洲人的设计 刚好我又是扁平主家高足弓 所以它的脚感只能说 穿一次就磨脚一次 而这双Venger的德讯鞋 它就针对台湾人 亚洲人的脚型来去做改良 在鞋口处也有加厚泡棉来避免磨脚 整体鞋身更加的圆润 像我这种扁平足高脚背 脚掌都可以被稳稳的包覆住 舒适度我觉得是完全拉满的 除了延续经典的设计 Venger也把更多的脊皮元素 还有金属上拉鞋带 融入到德讯鞋的外观里 让它同时具备运动鞋的休闲 还有皮鞋的质感 而且还是Made in Taiwan 只能手工制作的 放到这套穿搭里 搭配6分的牛仔短裤还有长袜 也可以有很棒的比例 而且因为它鞋底 是比一般的德讯鞋来得更厚的 虽然是身高比较矮的人 穿短裤也不会看起来太扁平 还有一点视觉增高的效果 是一双非常百搭 适合每天穿出门的鞋款 好,我们接着看第二套搭配 OK,第二套穿搭呢 我们一样要用牛仔裤 但是换成了牛仔宽裤 来搭配同一双Venger的德讯鞋 这件的版型就真的非常非常宽了 宽到可以帮忙拖地的那一种 它是我最近发新的日本品牌 Camperwood 除了水洗之外 可以在表面看到不规则的银色刷漆 在光线底下 甚至还会有一点微微的反光 我觉得这种落地裤在视觉上 本身就很强眼 所以其他的单品 就可以选择稍微简单一点 当作陪衬就好 上半身我穿了Urban Research的宽版素T 可以抵消牛仔裤带来的闷热感 然后简单的素T 一定要打一颗鞋背包 这颗Playme的半月包 在视觉上很有分量感 至于鞋子的部分 一样是搭配Venger的经典德讯鞋 白鞋配牛仔裤 真的是我私心觉得非常帅的组合 那在2023、2024年 很多人会把Samba跟这种落地宽裤 两样搭在一起 上半身再穿一件短板的上衣 算是一个非常火热的潮流趋势 但如果你想要多一点个性 那我觉得德讯鞋 会是更能凸显出品味 也不容易撞鞋的单品 不是要Diz Samba 我自己也有买一双嘛 但如果有人穿德讯鞋从我旁边经过 那我一定会多看他几眼 而刚才提到Venger的舒适度 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他软Q的鞋底 秘密就藏在这个超厚的鞋垫 这个厚度老实说 第一眼是有吓到我的 因为像市面上很多的跑鞋 都没有做到类似的厚度 而Venger的中底 也改良了原版的德讯鞋 使用轻亮的半透明深胶底 来达到更好的缓震效果 摆脱了我对德讯鞋难穿磨脚的刻板印象 那放到穿搭里 虽然宽裤还是整套搭配的主角 但这双德讯鞋就完美衔接了下半身的轮廓 帮整套穿搭做一个完美的收尾 看到这里 相信有不少观众已经在问这双鞋要去哪里买了 大家可以点开资讯栏 到下面Venger的官网 正价的休闲鞋可以享有200元的优惠 另外Venger全台的门市除了可以试穿之外 你把现在的画面截读起来 也可以到门市享有一样的优惠 那就小小的福利分享给大家 好我们继续看第三道穿搭 再来第三道穿搭 我们要来换一双德讯鞋 来跟UNICORE的直筒牛仔裤做搭配 这套裤子算是今年秋天UNICORE的热门单品 那原子寸的话 它都会像画面一样 属于是微宽松宽直筒的版型 加上它低饱和的灰白配色 是我近期很爱的一条裤子 那上衣的部分 一样是台旗的裸纹背心 外面加了一件是我前阵子在outlet挖到的 Beaming by Beams格纹短袖衬衫 穿上身的轻腹度是非常丝滑的 大地色的格纹也很有设计感 自带一种日系的氛围 不过这样这套穿搭好像还是太简单了 所以我又加上JEDA的西部腰带 BLINK的酷链 用这些配件来增加造型感 最后鞋子也必须是Venger的德讯鞋吧 这双也是我第一次认识到Venger 最吸引我的一个配色 官方帮他取了一个很浪漫的名字 叫燕棕白 跟刚才的白色不同 鞋头的T字脊皮 选用了很有质感的深冬色 它会随着当下光线的颜色 呈演出不同的质感 有时候带一点墨绿 有时候又像一杯浓厚的摩卡 是一个很微妙的颜色 而他在旁边的皮革拼接 也选用了黑色来作为陪衬 鞋身头层牛皮的质感 也因为深色的拼接 变得更加鲜艳 那前阵子 我就有在IG分享这张照片 原本是要来分享裤子的 结果一堆观众跑来问我鞋子是什么品牌 如果说上一双德讯鞋是经典不败 那这一双则是把复古军装的外形 加入了更多特色 放到这套穿搭里 除了帮景约的下半身 增加一个视觉重点之外 也跟上半身的格纹衬衫 做出大地色的呼应 当然这双的舒适度 跟刚才一模一样 是一双每天穿都没有负担的百搭鞋款 好 我们马上来看下一套搭配 好 接着第四套穿搭 我们又要回归短裤了 这一套搭配的是Vengar的高筒德序鞋 这套穿搭我穿的是 Playme的随膝剪型短裤 虽然是纯棉的材质 但是它的布料却非常的轻薄 裤脚特别的剪裁 让它在上升之后会自带立体的轮廓 那此刻题外话 相信前阵子大家都有看奥运金牌 林玉婷的拳击赛吧 比赛那天我刚好人在酒吧 现场真的是热血沸腾啊 这双高筒德序鞋 就是融入了拳击鞋的元素 结合复古的军装外形 展现出Vengar 妇科并创新的精神 侧面使用了YKK拉链 来增加穿脱的方便性 相信很多观众跟我一样 看到它第一眼会觉得 真的好搭吗? 是不是又来推什么怪东西? 那原本我对这双鞋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但在实际上脚之后 我发现把它放到日系的穿搭里 也完全没有违和感 像这套搭配 上半身我穿了一件 Audery Lives的条纹七分秀 它的版型本身就有很强的日系感 领口还做了亨利领的设计 可以隐约露出内搭的层次 那跟高总鞋的搭配 如果是短裤的话 我一定会用长袜来做出视觉上的延伸感 而这双鞋的配色 也有一个很酷的名字 叫做颜沙白 跟刚才的低筒版本相比 这双鞋底换成了纯白色 整双鞋低调的配色 加上有个性的外形 融合出一种非常吸睛的冲突感 那把高筒的德逊鞋放到这套穿搭里 我觉得就会是一个画龙点睛的存在 全身都是比较日系轮廓的单品 再搭配这双有点接头感的高筒鞋 比想象中看起来更有质感 也说明它是一双看似难以亲近 但其实是非常百搭的鞋款 那说到高筒鞋 一定有人好奇长裤要怎么搭配 所以第五套穿搭我们就拿unicode的降落散裤 来搭配这双高筒德逊鞋 这套的风格就更休闲机能一点 这件降落散裤是来自unicode的U系列 相信不用我多说 老观众的衣柜里应该都有一件了吧 因为它的造型本来就很有机能的元素 所以上半身我搭配了一件香港机能品牌 Auto Gamble的背心 我觉得在平价的机能品牌里 它们家设计是天花板的存在 正面的拼接口袋 还有不规则的下摆都是Auto非常标志性的设计 而如果是在夏天穿这种造型 那就要注意透气度 所以内大的上衣 我就选了人手一件的U系列五分袖 那因为这件降落散裤 它在裤脚有做了抽绳的设计 所以除了直筒裤之外 它也可以穿成束口裤的造型 搭配这双高筒德逊鞋 就可以有两种穿法 一种是把裤管收到七分的位置 把鞋子完整展示出来 那另外一种则是把裤管完全放下 在外观上就会和穿低筒鞋有类似的效果 如果你想找一双与众不同的德逊鞋 完全可以加入你的购物清单 好 那我们马上来看 最后一套搭配 再来第六套搭配 要拿出我的最爱Needles的HD宽裤 来搭配Venger的轻侣小白鞋 这套的搭配 我觉得是今天六套造型里最清爽的一个组合 这条HD Pen相信老观众也不陌生了 作为Needles的当家裤款 它的版型在上升之后 会呈现出很特别的气球轮廓 沿着大腿往下 膝盖的部分特别突出 从侧面看会是一道很漂亮的弧线 那上衣我就穿了一件Unico的女装T 短板的衣裳大概落在手腕的位置 搭配这种超级宽松的气球裤 也可以维持很好的身高比例 不过单穿一件素T 有时候好像又有太无聊的点 所以我又把第一套的衬衫 披在肩膀上来增加造型感 最后重点的鞋子 则是Venger的轻侣小白鞋 其实一般搭配这种宽裤 我都会直接上黑色的皮鞋 但对很多习惯穿球鞋的男生 可能有点跳太快了 所以像轻侣这样的小白鞋 就很适合当做鞋柜里 第一双皮革的休闲鞋款 它的鞋身是使用头层牛皮 鞋底的交界处 也用了稳固的车缝来避免脱胶 搭配柔软的猪皮内里 来给双脚更好的包覆性 不管是放到像这套一样 比较休闲的搭配里 或者是搭配全套的正装 都可以帮全身穿搭 做出一个非常干净的收尾 在应付日常的穿着 我觉得都是很舒适很耐走的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是可以陪伴你轻松旅行的鞋款 所以我会推荐给所有男生 都可以入手的经典百搭单品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6套穿搭 好那看完今天6套穿搭 不让我们成功烧到各位呢 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德讯鞋的死忠粉 这次收到Vengor的鞋款 不管是在外观 舒适度还是材质上 都是让我非常满意的 最后还是提醒一下大家 不管你是到Vengor的官网 还是到Vengor的尸体门市 只要购买正价的鞋款 都可以享有200块的优惠 那希望这个小福利 可以带大家入坑德讯鞋的世界 好那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然后在影片右上角可以找到IG哦 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 Bye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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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